本期议题的主题由会员们投票决定 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支持我们 让我们免受黄标之苦 大马中学生 一群笨蛋来的啦 哎 卢卡斯 你这样子随便骂人是笨蛋很不对哦 不能够这样随便骂人是笨蛋 你应该要用数据严谨的论称 他们是笨蛋才对嘛 是的各位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 大马的教育制度怎么样 让我们的中学生都变得没有那么的聪明 那我们首先要来做的就是 马上认证他们是笨蛋 PISA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是一项针对全世界15岁学生学习水平的test 直接让65个国家的学生 几十万人参与这个测试 然后再把这个考卷寄回去 给他们做批改跟评估 最终得出一个排名 那么大马的15岁中学生 我们的成绩如何呢 在2018年最新的测验当中 我们的阅读理解只拿了415分 排名非常落后只有57名 新加坡则拿到了549分 在数学测验上面 大马只拿到了440分 而新加坡拿到了569分 科学我们拿到了438分 新加坡则是551分 然后更可怕的是呢 各位根据评估 每落后39分 依照OEC的标准 那么它是等于我们落后别人的教育 一个学籍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拿分数来比较的话 新加坡是多少 569分 我们是440分 也就是说569间 444是一个9间 等一下 我是大马人 我需要计算机 我算出来了 我们大概落后新加坡 几乎就是三个学年左右 也就是说人家中二上的 就是你中午的数学课本 中午的科学实验 和中午的阅读理解了 也就是讲隔了一条桥 你的智商就比人家少三岁 这代表什么呢各位 代表我们很年轻啊 我们很年轻啊 应该是这样了 你不懂啊 不懂 不懂这条右这讲什么 几百啊 去看pring啊 在大马 我们有接近90%的学生 是就读于国力 中学的 我们对他们的教育开支也非常大 几乎占了我们GDP的3.8% 是其他东盟国家的两倍左右 比亚洲四小龙等国家 还高出1.6% 但问题是呢 我们投入的教育资源 并没有换来有效的结果 没有错各位 你们还是很笨 这个真是我做过最爽的一集 可以一直骂观众 大马政府其实也是知道自己的教育有问题的 第一就是教育部在2013到2025年的教育大蓝图里面坦承了基础教育的严重缺失 第二则是呢 我们在2015年啊 这个自我认知知道自己很差的表现啊 更是来到了最极致 因为呢 他们知道自己很差 所以他们在PISA的测试当中作弊 真的各位 我们当年动了很多数据的手脚 被人家怀疑 例如说我们大幅增加更优秀的技术学校的中学生学生样本 原本他们只在我们学生比例的1到2%而已 可是在数据采样的时候 直接提高到了考试样本的30% 企图用更多优秀的学生来拉高我们的PISA成绩 诶 有进步哦大马政府 作弊就代表他们至少知道自己不行 单纯是这一点 大马人就应该给你热烈的掌声 除此之外呢 一般的中学里面 我们也选更多高效能的学校和卓越学校进去里面 但也因此呢 因为我们的sample没有那么好 最终被人家抓包 PISA宣布大马没有足够的sample 参与2015年的测试 我们是直接被除名的 然后教育局当年的说法就是 不是我们的sample动手脚还是怎么样 是因为有很多的那些学生 他们不会用电脑 所以才导致sample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的影片 The students did not know how to answer the test using the computers Some of the results were lost by teachers and those people who are administering the test This is unacceptable Because Malaysia has been doing this test for the past This is the third time that Malaysia is doing this test 是的各位 幸好当年我们被除名了 否则的话 单纯不会用电脑做测试这一点 我担心我们就会被评估成全球最弱智的国家 第一个我们要来检讨的当然是我们的师资 大马有40万左右的老师 以师生比例来讲很充沛的 毕竟你也知道我们最爱请的就是公务员 但问题是我们的老师素质 似乎跟国外比起来的话 没有那么好 例如在2010年暴读教育学试课程的申请者当中 有93%是不符合学术要求的 也就是讲他SPM里面少过三颗A 最后筛选之后 因为真的是参与的人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们录取的人里面也有70% 是少过三颗A的 这个和新加坡以及韩国的状况就有别 世界银行报告就指出 新韩两国是最优秀的10-38%的学生 才有机会去修读这些师范课程 因为像是新加坡 他就很看重整个私讯的过程 每个私讯的学生可以获得60% 当时候教师的薪水 而且升职前景 全部都给你提前规划做好 但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私讯津贴少到很可怜的 只有430块到700块不等 2017年之后甚至还直接给你砍掉 那你觉得为什么好学生 有好好的大学不要去读 然后要跑来做私讯陪你受苦呢 又没有钱 私讯的时候又没有今天 为什么有一个好学生要去做呢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你懂吗 如果有一个stret air的学生去做 那还应该是卵同屁 那老师差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错就是你们差 你妈他们很爽 2011年的教育部 针对41所的学校 到老师调查发现 有一半老师的教学是低于满意水平的 因为里面七成的教学内容只是知识背诵 几乎没有分析啊 诠释啊等高思维的技能 简单来说就是让学生背课文 寄formular 而且重点是呢 这个还是有杜学来观察的情况下发生的 OK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吗 我最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杜学在的话 那个老师啊就会很开心啊 跟我们玩游戏啊 问各种问题啊 讲话变得很温柔 然后杜学一走 他就讲 卢卡斯你刚刚问很多问题啊 看我不打死你啊 说到底呢 好的教育和坏的教育只有一个差别 那就是学生到底是因为热爱之时而主动 专研知识 还是他们是被迫去死记硬背这些答案的 在马来西亚 我们当然是后者啦 举一个例子你马上就会认同了 那就是我们的摩勒课 是的啊 我首先有摩勒课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很怪了 是因为我们没有宗教课 所以他就开一个摩勒课给我们去上 但更怪的是 我们的道德课里面有36个道德守则 要我们去背诵 而且不是讲说你随便背 然后内话明白就好 是要一个字一个句 考试的时候 你不可以写错任何一个字的那种背诵 也就是讲说 我们虽然讲的是道德课 但其实我们在考的是学生的记忆力 用记忆力来判断他的道德水平 难怪马来西亚这么多反社会人格 当上政府官员 但是教育部呢 不是没有改进的哈 各位 OK我讲了这么多坏话 我必须称赞是在2012年之后 教育部就进行了很多课纲的整改 例如呢 我们加入更多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HOTS 和启动所谓的校本评估 甚至是在去年取消了UPSR跟PMR等重大的 一考决胜负的应试教育 那这样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给学生更少的压力 让老师可以有更多的权利 去决定学生的对与错 来让他们可以因财失教嘛 对不对 让学生更热爱知识 这绝对是好事来的 像是经济学人的报告就指出 要搞好教育 老师的教学自主权应该要非常高 像是芬兰 他就让老师可以自己拟定教纲 你要教什么 你自己定 然后评估学生的表现 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你知道吗 针对不同的学生 给出不同的教学方法 也才能够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 而不是用同一化的答案 让学生讨厌学习 但是这样子的教育自主权 如果放在不好的老师手上 那一切都会是噩梦 例如我们说的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的题目 其实就是需要老师自己去判断 什么答案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老师懒惰的话 可能他什么都可以给你是对的 如果老师思想保守的话 那更有可能是什么 全部答案他都给你错 除了课本上的答案 而校本苹果则是让老师通过日常的 作业表现去决定学生的分数 结果换来的却是更多不负责任的老师 为了让学生获得好成绩 而直接帮他们作弊 暗示他们甚至是放宽标准 在大马放宽标准是很常见的 我们每年的及格率和A 都是越来越多的 这其实就是制造了一种 我们的教育有在进步的假象 以数学为例 2007年我们在TIMSS的测试上面 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的测试里面 我们只有2%的学生拿到U等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马来西亚的PMR 我们却有30%的同学拿到A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都已经习惯于放宽标准 每个人都是A 那么贫瘠就没有意义了 在这样子放宽标准的大环境底下 效本评估更是变成一个被滥用的武器 彻底的把标准给放掉 也因而他备受批底 我是真的非常讨厌这种放宽标准的动作 你懂吗 不可以这样的吗 我当年辛苦作弊得来的A 现在每个人都是A 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懂吗 讲到这里 你以为我们一直在怪老师 但其实我要告诉你 老师也是结构下的受害者 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们足够好的时讯 教育部还给老师一堆文书工作去处理 老师教课备课也没有时间 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奖励制度激励的方案 让好的老师可以受到鼓励 你想想看 你在那边努力教课 因材私教 结果你看旁边 那边每人旷课的老师 拿的薪水跟你一模一样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还会努力吗 你不会好的 就像是我们YouTuber 看到那些YouTuber 朋友们拿到一大堆view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懒惰 在做好的内容 所以记得按赞 OK 记得按赞 记得分享 所以教育有问题 老师执行也有问题 下放权力之后执行不了 这就是大马的教育世界 那怎么办呢 方法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没有错各位 我们要找到对的老师 好的老师 应该要能够让学生非常专心 自动自发的上课 启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 让学生能够全神贯注的 听他讲课 看着老师 有教无类 奉献自己 点亮他人 在此我向教育部强烈推荐 我们要请老师 一定要请类似这种的老师 没有错 就是生甜永美老师 他启发了我很多 而且他也符合我刚才讲的一切特质 真的 不是你挑回去看